第三題 當足球落地後速率逐漸變慢 最後停止在地面上 這段時間此足球所減少的動能K 跟摩擦力所做工W 兩指的關係是如何 那這我們能夠了解到 我們曾經教過 做工的結果就是所謂的能量的變化 叫所謂的功能定理 現在它這個的動能會逐漸的減少 就是因為摩擦力做復工的關係 那麼它所做的復工的大小 就是它等於它所減少的衛能 所以這兩個端七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第三題答案 應該是選的是A K等於W 也就是說 足球所減少的動能 就等於摩擦力所做的復工 我們答案選A